最近我看到一个视频比较有感触 一个很有名的头部博主在视频里说 如果你想在2024年赚100万的话 续题要去怎么操作 说实话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也觉得很厉害 分析的头头是道有理有据 但是呢这个东西你细想一下 就觉得好像也并不是这么回事 按照他的说法赚100万有四种实现方式 第一种是靠带货去买100块钱的产品 找那种有10块20块50块这样反点走货 然后通过矩阵账号去大批量的扑货 第二种是去卖1000块钱的产品 去做一个课程来卖 第三种是去卖1万块钱的产品 去把这种1000块钱的课程产品 再做提升提炼总结 形成一个轻咨询产品 第四种去卖10万块钱的产品 那就去做居间生意 简单点说就是去卖房子 说实话呢他的分析非常透彻 数据也给的很精准 我以前呢他是真心帮着大家去做规划和分析的 不过回头想想 这些东西哪一件是一个普通人 立马就可以上手做到的 可能呢对于那些已经成功的人士 或者呢自身能力条件都相当优越的人来说 做到这些还是比较简单的 可是呢站在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说 哪一条路径都不容易实现 我一直建议啊 一个普通人如果想要靠卖东西来赚钱的话 先得去做一个最简单的 教验自己能力的事 就是先去进个货 无论是什么 只要是你认为你最有可能可以卖出去的东西 然后真正正正的去把它推销给一个陌生人 如果你做成了 那可能你在卖多几件事情上是具备一些潜力的 我记得以前在看华尔街之狼的时候 小李子在里面扮演的那个角色 可以把那么多的垃圾资产成功推销出去 到电影的最后 他再给别人上课 让下面的学员做的是什么呢 随便拿出一只钢笔 问你能不能把它卖给我 对于能够做成这样的事情的人来说 我觉得刚才所说的 一二三四四条路径 都是非常有可能可以做好的 否则的话 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一种幸存者偏差 在这个社会上 发生最强的 往往就是那些已经成功的人 又或者是本身就具备背景 拥有天赋能力很强的那些人 当你作为一个普通人 去做相同的事情的时候 你往往会发现并不是那样 就好比现在网上很多很火的那些AI课程 这类视频都有一个特点 会告诉你 最近出了很多新的AI工具 只要你使用它们 既不用写稿 也不用自己编辑 三下五除二 一个视频就自己出来了 你所做的 只需要把这些视频 发到各类平台上 就能实现躺赚 甚至于有的说的更夸张 说可以发到国外的平台 去躺赚美金 但说白了 你自己去试试看 这类工具 的的确确能够让你免费使用 但是呢 这些工具 它往往能够做到的 就是提高一些你的工作效率 当你什么都不做 单靠它去做视频的话 做出来的东西 往往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如果你期待 像视频教程里说的那样 什么都不干 就轻松地躺赚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老高的视频 最近他有一期视频 说的就是努力这个话题 我觉得还是比较有启发的 如果我们单纯发问 人是不是应该努力 那毫无疑问 当然是应该的 可是呢 人更应该努力的 是去寻找自己 真正拥有天赋的 能够相对轻松 赢过其他人的这个地方 在这一点上 无论你花再大的努力 应该也是值得的 不过你也要记住 这种努力 它也不能确保你能够成功 打个比方来说 我们大家都相当于在开盲盒 假设每个人面前 都非常公平地 放了十万个盲盒 并且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属于你的价值最高的 远远可以胜过他人的能力 肯定就在你面前的 这些盲盒里面 只要你能够坚持全部打开 必然能够获得成功 但是现实是什么 就是每个人的时间精力 毕竟是有限的 而且我们还受到了 运气和情绪的波动 有些人可能运气比较好 他在打开第五个 第十个盲盒 甚至于那些运气特别好的人 他在打开第一个盲盒时 就找到了属于 他自己的独特的天赋 但是更多的人 可能真正属于你的那个盲盒 在第八万多个 在第九万多个 当你开到第一万个 第两万个盲盒的时候 你有可能已经开不动了 或者是说 你已经不能再把时间更多的花 在开盲盒这件事情上 你必须得去工作 必须要养活自己 又或者是 你坚持开了那么多的盲盒 开了几万个还没有开出来 你最终灰心了 放弃了 所以我理解 现在网上的那么多类似的视频 其实是一种变相的成功学 千万不能抱有太大的期待值 他们所教的这些东西 确实可能提高一些工作效率 减轻一些负担 如果你认为 看了这些成功学的教程 就立马能够确保你成功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小概率的事件 的确可能存在部分人 看到了这些东西 往某一个方向努力后 突然获得了成功 可是你要知道 很有可能 这件事情本身 就是属于他的那个独特的盲盒 就好比 把一个没有人发现的营销天才 突然拉进了一个传销组织 当大部分人被坑得血本无归的同时 他反而如鱼得水 赚得盆满泡满 在当下的这个形式下 如果你有条件 不断地去探索自己新的可能性 那当然是最好的 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更重要的是 要降低预期 理性地看待各类成功学 不要被忽悠进去了 你所期待的是 你看到的这些东西 他们可以带你赚钱 你更应该知道的是 他们所赚的这些钱 就是你本身